李遜佳海蘇 後來 後來在台灣的高載戲 大略在這個 1900年年的前後時期 已經願意嚮嚮 台灣高載戲成前了 那臺灣很多地方 大家都有自己祖團在唱歌仔戲 不同的地方他會盡量有時候去擷取他當地的一些民調曲調 來作為他的曲牌 所以那個時候 臺蘭調在臺蘭流行的時候 後來就被拿來當成歌仔戲裡面的一個曲牌 特別是用在三博英台的時候 三博英台大家知道這個故事 以前歌仔戲都演了很多中國的冰淨故事 陳山如梁 三博英台 或者什麼糾情跪臺灣等等這類的東西 當時在這個梁三博之英台的故事裡面 後來最動人就是最後的十八相守 送來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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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十八相守的過程裡面 就是這個煙排就拿著這個曲調來唱一唱 叫做宋歌調 要送他回家嘛 兩個人在那邊對 他就用這個調子來唱 這個紐梨哥這個原來是原志民這個歌調 後來在這個戲曲裡面 他可以把它稱為叫做宋歌調 宋歌調 那宋歌調呢 我們唱給大家聽一下 其實他就是在歌仔戲裡面 煙台 裡面的一段 一唱牛歌的 來我們來念一下 一唱牛歌不會起心 一唱牛歌不會起心 千元萬喜說不清楚 千元萬喜說不清楚 保重心的比較要緊 保重心的比較要緊 不讓我會心心 不讓我會心心 哪有一道牛歌 一道牛歌啊 飛行行 在這個地方 那個飛行行它有反覆一次 這個就是歌仔戲裡面常用的一種 叫做提曲 就是他唱過以後在後面再第一次 這個有一種強調的意涵在裡面 那當然一唱牛歌 二唱牛歌 一共有十八段 一段一段就能唱下去 這個是第一段 ieniaand 有一 Superintendent 他边很起來 和阿楊 和阿용 兩位 所有speople 超高 十 五位 五位 由阿穿 四位 我的身體啊 腳踹好近 不肯回我 回聲聲 但愛的藥啊 你就好聽話 不肯回我 回聲聲 好 這是歌仔戲語言 把這個調子拿來當作送輪掉 歌仔戲的發展在日治時代的時候已經變成熟了 當時在日治時代到此都有歌仔戲團 這中間在台北有一個我沒有記錯的話叫做童樂軒 這個劇團跑到福建區演出 所以大家還是想到不知道怎麼可能 那個時候還說的是日治時代可以到中國原來去演出的 他去福建的地方一個叫做童安 童安的地方演出 結果這個歌仔戲因為用台語唱的動作樂軒 所以福建人聽話很親切 哇 台灣有這種戲曲 而且是講到的故事就是有用到中國民間故事 他覺得故事差不多有印象多 所以就共鳴起來了 於是很多的郭仔戲團有到福建去演出 後來在國民政府 國民大敗戰轉到台灣來的時候 很多的郭仔戲團也沒有出來 他沒有辦法像他有船隻或飛機跑出來 結果就滯留在那邊 也受到當地的人喜歡 後來就在福建有一個叫做鄉 鄉江流域 鄉就是草樹頭在一個故鄉的鄉 在鄉江流域帶就傳播開了 於是那個地方就醞釀 醞釀出來台灣國仔戲團的演出 後來共產黨組長以後 把這個戲劇沒有叫做國仔戲 把它蓋成叫做鄉劇 台灣流傳區的國仔戲 所以福建的鄉劇的前身就是台灣國仔戲 叫做鄉劇 所以有時候後來前幾年還經常有辦一些兩岸的歌仔戲的交流 那邊也有歌仔戲團來台灣演出的交流 好啦 所以當這個台北這個劇團到福建去演出的時候 受到大家喜歡這個送鍋調也就流傳進去了 由來到福建去啦 當地的歌仔戲團後來當然有當地的人去學歌仔戲 那你把這個調子叫做送鍋調 所以在這個我們剛才聽了台灣歌仔戲的送鍋調 再來聽看看 在閩南地區他們在唱歌仔戲的送鍋調 稍有不同 歌詞裡面稍有不同 但是意義差不多相同的 我們來念一下這個 在這個在這個眉南地區傳送的 在這個眉南地區傳送的 一上 一上 這個好像少 一步三個出角頭 一步三個出角頭 英台上了麥塞老 英台上了麥塞老 年歌里金月來倫道 年歌里金月來倫道 好事好日高再來 好事好日高再來 唉唷 苦阿 心冠阿 唉唷 苦阿 心冠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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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哥 心冠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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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用阿來當成的所有 心冠阿 心冠阿 這裡有一個粗鋼陶 粗鋼陶就是以前的老廚房子故事都是烏角 現在也是西洋樹的那樣的烏角 粗鋼陶就是那個地方 就送到那個地方 旋律是一樣的 大同小異 一生啊女婦啊 粗鋼陶 陰陽台啊 想著啊 陸西老 尿高里金金啊 来春天 好时好金啊 高知来 愛愛愛哭啊你都愛 有心冠吧 心啊冠 牛哥啊 謝謝 謝謝 不管唱台灣的宋歌調 或者唱雲南地區的他們模仿我們唱的宋歌調 其實我唱的不一定百分之百 跟歌仔戲一樣 但是這個旋律大概也不是這樣的 因為這種唱這戲曲裡面的東西就是 它一個曲牌然後根據那個唱者 就是演員 它在這個曲調裡面 哪幾個字挪到哪裡 哪幾個字挪到哪裡 通常就是會比較 它認為我唱起來讓你聽得懂 你比較重要 有時候這個音應該要 牛哥蕊咪 牛哥是往上嘛 如果 當你牛哥 它會唱起來不太對 它會變成 牛哥 這樣就比較清楚 把這個音變成歌花到後面去 就要看它自己怎麼去調整 所以戲曲裡面的這個 填這個詞 它比較活的 好 所以這個 台南調變成送歌調 還分成兩版本 這就是我們講到的 本來從台南這個地方 它後來變成台灣各地的歌仔戲團借用這個東西 只能用 流傳到不同的空間 在用途的空間就是本來是純粹歌謠 後來變成有歌舞的結合 歌舞小戲 用途就變成載歌載舞有娛樂性 後來又變成 歌仔戲已經是戲曲裡面的功能了 所以它的功能也在變 然後又從台灣流傳到中國 連來離去 好啦 那隨著時間的流逝後來到了大概1950年代 1950年代那個時候台灣的民間社會 那個時候公民政府已經來了 慢慢 不懂的方式在台灣成長 後來就有所謂的耕者有七田 三七五檢豬等等之類的做事 很多地主本來他擁有了土地後來就變成要改變了 那有些人地主沒有工作了他就變成 他就要開始去轉而做別的行業 因為當時在北部來講就是比較清工業發展比較快 所以很多人他必須到北部來工作 在一方面就是當時在這個北部 你看60年代也是一樣 差不多這個時候 就是北部求學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中南部的高中畢業以後 要考好的大學都要往北部來 那時候最早還沒有聯考 那你如果說他讀雄中 他讀嘉義中學 台南一中他覺得不錯的嘉義女中 或者是高雄女中 他說我去試看看 拼台大一下 這麼大啊 好 那在學部在北部啊 所以年輕人高中畢業以後 當然往北部跑嘛 大學多嘛 所以在這裡考 機會比較大 所以往北部跑啦 所以才會變成 即使台北不是真的台北都是 但來就是人才那麼多 都是很多重量不來的 到台北去讀書 後來在那邊工作 在那邊發展 所以一到過年的時候 你會發現台北這一道冷清清 因為很多人離開了 要回家過年 或者回去看他的父母親 等等之類的 所以很多中南部的人也到北部來求學 工作 這個時候 從中南部來北部的人 他對於家鄉的那種歌謠印象比較深刻 還是比較有感想 因為台北這個地方早期因為後來就變成 在日式時代慢慢就轉而成為政治經濟的東西 慢慢所謂的在地本土的文化變成慢慢的消失 被取代掉了 那尤其是國民政府來了以後 他有加強了這個國語政策跟中國的文化的東西 所以在台北幾乎就是比較在地的東西 一直在上市 但是這次中南部來的 他覺得我唱我家鄉的歌比較有感情 於是唱片業的人當然聞到這種味道 就開始生產了一些傳統的名牌 經過那個時候重新請樂隊 錄音改編 把他當成流行歌再唱 所以當時這個歌就被 當時有一個許時 許時就是戰後以後的一個名作歌謠的作獎 許時 他最代表作的就是他曾經幫 他是台南人嘛 所以幫台南寫過一首叫做《安田追相曲》 神前火紅燈燈中 風嘴金發輸前龍 這就是那個許時寫的 他還有一首歌也是蠻遠遠的 我愛我愛妹妹啊 妹妹我愛你 你當時在說不來 你著憂你感知 這個也不是他寫的那首歌 當時許時他從日本回來 他是去日本學音樂 回來以後他還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一方面有文化的意涵 一方面也是 符合當時中南部的年輕人 到別戶去懷戀家鄉的時候 可以拿出來唱一唱 於是他也出版這個東西 好啦 這個歌出來以後 就透過了這個媒體的宣傳 就變成在城市裡面流傳的 原來在鄉下醞釀成的 在城市流傳的城市觀的語歌 就變成這個很不厭惡 不厭惡 我們先來開設的時候有很了一段 我們先來把這個歌詞再念一下 大家可以來學一下唱一下 吶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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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打招愛喲位 若愛喲他就來聽位 立法冠阿樂 大家協力來打招 第二段 腳踏水車位 在水門仔位 手牽在外位 早上天尾燈 若愛喲立法冠 水冷透心等 大家協力來打招愛喲位 若愛喲他就立法冠 水冷透心等 大家協力來打招 大家協力來打招愛喲 我們走走上一次 大家學一下看 來打招愛喲 我們走上一次 來打招愛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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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大的聲應一點,我想上一點 彰บ爬吹架紅 吹水 Evil klar 哲蓋哪泥味 joint coconut 南陽有泥味 水凌好心,大家要請你阿威 如果愛你叫你,就來摸阿威 水凌好心,等你都大家要來打拚 好 謝謝 這個就是你看 到後來用這種比較流行歌的形式 在展現的時候 它其實就比較規模化 因為透過唱片不能變 唱片出來就是這個樣子了 可是在早期他可能沒有唱得那麼規規矩曲 它就會有一點轉折變化 比較火 所以有人講說 自從用唱片把它固定化以後 等民歌變死了 在它沒有變固定字來之前 其實它是火的 它唱的時候韻律是火的 填了歌詞我自己填的 它也可以隨時填歌詞 說火的 所以你才有什麼的火的 沒死了 這個是抽法 所以整個這個歌詞 牛力歌整個系列它的發展 你看 有原子民 然後變成和惡 然後它的這個用途從一般的歌詞轉而變成 本來是技術的功能 技術的歌詞 變成一般的歌詞 又變成展歌台語 它又變成歌詞系裡面的群調 後來甚至於變成商業的民謂流傳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可以感覺得到 後來因為經過唱片 才有辦法那麼多廣傳的流傳 如果這個沒有經過這個過程 它點都還是在歌詞系裡面 甚至於歌詞系有一天 它覺得我用太久不想用 它就會用了 或者是歌詞系成長的機會沒有了 它就不太有了 那種技術的過程已經沒有了 所以很少就是變成在當地的系列 可能還在技術發揮 它很下來 但是其他都沒有辦法再傳唱 所以它就會慢慢地不會收效事 所以變成它有隨著時代的轉變 用不同的傳播方式傳播出來 從本來在地的時候 是一個小空間的區域範圍在演唱 那個時候是用口頭傳播的 到了這個古力亞瓜當場唱片在出版的時候 它已經是透過大豆媒體傳播了 這個傳播的方式就不一樣 照它這個上面的一個顏色 上面的一個顏色 這個是我們講到牛力哥這個部分